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出生在这里 慧安求你 我祖父蒋仲华和我爸爸蒋荣华 多曾参与陈嘉庚宁言的石雕工程 由于全家多在慧安石雕厂工作 那不竭以耳钉钉的招食声 成了我海提时代最美妙的音乐 最值得的 和我一千周的音乐 是的 我看在前选一和 不如往上面 一边 敬畅 饼雕对我而言 除了职业 还意味着老记忆的传承 传承人的责任 促使我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石雕世家 准备为石雕奋斗一生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做手工 太慢太难 我是想把这门记忆传承下去 在这互联网时代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 了解影雕这门古老记忆 在这互联网上 我女儿她从小就是跟我们在一起 她每天都看着我们 在做这个眼雕啊 死雕啊 她整天都是在这种叮叮当当的 这种美妙的着实声中长大的 她自然而然她就是很喜欢这个 她经常在问 妈妈 为什么这个石板上竟然能做出这么神奇 这么漂亮的图出来 然后她自己很想尝试啊 所以我就让她试着让她尝试一下 然后我就有时候她要是有时间她想试的时候 我就让她试一下 那她想看的时候反正就让她站在旁边 给她引导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是慢慢的引导她 然后就是培养她的兴趣 那如果以后呢 质疑她想不想学这一块 那我们也只能终于终于她的行情 给我 给我 想不想要到水里去腰 好好玩啊 你再把它抓出来 再把它抓出来 现在两只眼睛在这里 你将它抓出来 想不想要它处理去腰 这边还有螺 你看 这海螺 这个是小海螺 妈妈 你把它抓出来 把它抓出来 抓出来 你看 带上你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给它抓来抓去 它等于活不了 还有这个 小海螺 小海螺 出去 像玩这些影雕子 它是属于石雕里面的一种 像男生他们就是 比较喜欢一些 大型的 粗暗的 那种是更显示他们的那种 很难指探的那种气态 它比较有力量感 所以我们这边的男士 他们都是大部分 选择那种大型的那种 影雕它看起来是比较细粒的 它图片 雕起来是非常神奇啊 但是它这些 嗯 我们女生 很多大部分都是选择这种 石头是刚毅坚硬的 象征着力量 而制作影雕的惠女 温婉世智 两者的调和统一 在石头与女人之间 建立美妙的联系 具体的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现今的快捷做生活 以这种石头上的释绣 让人们静下心来 享受慢生活的味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十不悲不亢的生活方式 成为我一生的标本 石的云巡 搓穿水的罗情和天空的虚无 石把坚强的事物团结起来 只因石的模拟 大海才摆着不回 表情凝重 而铁骨蒸蒸的石 石中生流浪的大海 不再随波逐流 鲜辈的血 切入石的内部 石把力量给了我 其实 没有石 就没有港湾没有岸 大海是我的家 石是大海的根 石的地方 石上 石上 石 societies 石上 石ướ Augen 石上 石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